那么邪定就得不定就得 邪定就是什么 他的心不是定在往生极乐世界 那现在社会一般人的心定在哪里了 定在赚钱 好像人活到这个世界来只是为赚钱来的 除了赚钱之外他不知道还有别的东西 他快不快乐了一生不快乐 很痛苦 没赚到尽量想赚 赚到又怕丢掉 成天患得患失 心乱如麻了 又烦恼又忧虑又牵挂了 痛苦太多太多了 为了这个邪定 使用不正常的手段 那就造无量的危险 六道里面的国报 不堪是想 命里是有的 那是帝王命里有这个命啊 手段错误了 啊 用武力 夺去进去 夺得来的是自己命里有的 自己命里没有的夺也夺不来 害得自己夺地狱 啊 夺无尽地狱 就是阿比利 你是多愿望 如果 不知道自己是做错了 不知道忏悔 不知道回头 他就没法子出来 啊 这些事情 释迦牟尼佛在经典里面讲的很多 啊 那我们看这一本 就把《大战经》所有经论里面佛讲地狱 通通看啊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